大家好我是文睿 几天前呢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章 叫这个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它的题目是这个 然后呢这个文章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看到了 他按照我的分析 他就是在完全无视习近平的存在 因为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是说 九次提到了邓小平 一次提到胡锦涛 一次提到姜泽民 就完全没提这个习近平了 就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 你再谈到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党的什么伟大的成就 你这时候不提习近平 你说这个事情大家怎么想 对吧 他就是在完全无视习近平的存在 但是就这样的文章呢 到现在也没被拿下去 还在人民网挂着呢 对吧 他挂在那就是对习近平的一种无视 对习近平的一种羞辱 但是呢大家看到他就一直能挂下去 就说明反对习近平的这些人呢 这种势力 他还是有他的一定的能量在的 然后呢我也做视频 谈到这个你说习近平 现在他的这个权力 在不断的快速的缩水 他的处境呢越来越不妙 然后呢就过了几天 到13号这一天啊 这个人民网又发了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题目叫什么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你看这个文章的题目 你就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但是你仔细看到的内容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这体制内啊 可能是真的要出很多大事啊 当然我这么说 很多人可能就反感说 能出什么事 但是这个事情啊 这个文章你仔细去分析分析 你可能就会赞同我的观点 他这文章很有一种 就是说和前面那个文章 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打了一台的意味 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七次提到习近平 两次提到毛泽东 然后完全没提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然后里面的内容 咱们一起可以看一看 我给大家简单念几段 然后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很多事情确实是挺让人吃惊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坚持党的全民领导 党和人民事业就健康发展 什么时候弱化 甚至放弃党的全民领导 党和人民事业就受到挫折 甚至失败 这个话其实我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挺没有办法理解 我可能对这个党史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党不是一直在全民领导吗 对不对 这里他为什么要坚持 说什么坚持党的全民领导 党一直不在领导 什么时候弱化过 对吧 什么时候放弃过党的全民领导 是吧 可能有 反正我是不清楚 然后你看下面他举这个例子 你看这事情就很明了了 他举了一个什么例子 举了一个王明 就是说左倾教条主义 很长时间 占据党的中央领导地位 然后后面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挫折 然后军议会以后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 我就大致这么说了 然后最后这句话 他说什么呢 在最危机关头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金 挽救了中国革命 你看这个话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矛盾 他说王明 对吧 长时间占据党的中央领导地位 这个不也是党在全民领导吗 对不对 这不也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吗 对吧 是不是 那他说这话意思是什么呢 他想要强调的什么 是要坚持毛泽东的 对党的全民领导 这样的话 他们的事业 才如何如何 什么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他的意思在深层解读就是什么呢 在当下 我们要坚持 习近平的全民领导 对吧 他只是没好意思说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 对不对 我再强调一遍 你说坚持党的全民领导 其实这概念 我觉得一直不是在全民领导 只是说你提到某个个人的时候 他这个个人没有全民领导而已 然后他后面还提到说 这个在改革开放条件下 在反思党的一元化领导 出现的某些问题过程中 在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探索中 等等等等 然后他接着说什么呢 在党的领导的内容和方式上 也曾一度出现偏差 大家看到了吧 这就是他非常想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文章的核心内容 就在改革开放条件下 然后在党的领导的内容和方式上 也称出一度出现偏差 这个偏差到底是从谁开始的 从邓小平开始的 还是说从江泽民开始的 对他没明说 但是胡尹涛 胡尹涛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他下面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这种影响 就这种偏差的影响 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 才真正消除 看到了吧 那就是说 到了习近平这才真正消除 那起码胡尹涛那是有问题的 那你说这个文章 让胡尹涛他们看到 他们什么想法 是不是 但是他还是这么说了 对吧 总之就是你改革开放 你前面不说改革开放 是党的一次为大觉醒吗 我这不认可 你改革开放是有问题的 到我这 对吧 到我习近平这 我才真正就把这些影响 都真正消除了 对不对 你看短短的这几天之内 就出现了这种完全矛盾的这种文章 对吧 你就可以看到他里面的这种 权斗的这种激烈的这种程度 而且啊 就是说最近 谈到这个文章 坚持党的全民领导 我在网络里面查了一下 我就很吃惊 为什么呢 就在短短的这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面 就类似这样的题目的文章 特别多 比如给大家列举一下 这个坚持党的全民领导 这是他作者叫江金全 他是13号在人民日报发的 然后 在这个 有个叫中国纪检监察报 他里面有篇文章 叫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 你看差不多 他的作者是张池 这个是14号发的 然后呢 还是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就是说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叫坚持党的领导 刚才那个就是坚持党的全民领导 这个文章叫坚持党的领导 作者是这个叫过勇 是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 这个是什么八号发的 也是这个月八号发的 然后 求是网 那个作者叫笔记军 然后他呢 就是发了一个文章 叫坚持党的全民领导 读懂时代一 可能是第一部分 这是10号发的 大家看到了 就短短这么一周左右的时间 就谈到坚持党的全民领导的文章 就这么多 而且他这发的这些媒体 还都是体制内的那种大媒体 你知道 那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他其实强调的意思 不是说坚持党的什么领导 他是要强调坚持习近平的领导 缺啥补啥嘛 差什么他就说什么吧 对不对 就是要坚持习近平的领导 我们的事业才能如何如何 这么意思 那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习近平现在领导很不稳 他的权力很不稳 就说明这个问题 是吧 对吧 其实习近平他这权力不稳 他从很早就有这样的迹象了 远的咱们不讲 远的咱就说一点 就是当年李克强 去年李克强不提出来吗 六亿人一千块 当时我就说习近平的权力不稳 那个时候我就提 提这个事 跟我看我视频的朋友 大家可能知道 咱就说最近的 比如说李光满的文章出来以后 胡锡进不就批评李光满的文章了吗 其实他直接就是在批评习近平了 对吧 胡锡进和习近平官职差距多大 但是胡锡进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到现在他也好像 好像是要他退休 我看小小他要退休吧 是吧 但起码他没什么太大问题 安全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胡锡进 然后呢 就我们看到后面就是谁呢 就是胡舒立 他发了一个图嘛 在微博上 对吧 谈到猪头 就这个事情当时 你大致看一下 你都知道他是在暗指谁 他就是在指习近平 对吧 但是胡舒立呢 也没什么问题 到现在为止 对吧 然后到后来呢 就是这个六中全会这个决议 里面就是说这个江青和这个林彪 是这个霍果殃民 那这个不就是指这个毛泽东在后果殃民吗 那再往深的联想一点 其实就是说你现在习近平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后果殃民 但这样的文字内容吧 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决议案里面也都出来了 然后到现在这个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就完全无视你习近平的存在 然后文章呢就一直可以在那挂着 所以说习近平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是非常不妙的 这就是我的结论 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就是党内部他总是有一些势力 你说说是江派势力也好 但是我觉得现在吧 就是说你整个习近平啊 现在体制内 你咱们比如说你搞减薪这种这种事情 那底层的这些公务员可能都不支持你了 一点点 就是习近平在体制内还有什么这个支持力量了 对吧 包括军队那些人 他们也在动脑筋琢磨呀 他们不是说就为你习近平马首示战 你说怎么的就这么的 不是那样的 包括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形势也不好 那中国老百姓的心态会怎么想 国际上的这种关系就不用提了 所以呢 现在习近平他未来会怎么样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